今天怎麼長得正面啊 嚇一跳 我們是穩得穩得 不要學別人 好 我們一開始呢 要先感謝有觀眾送了點心 對 瘋狂的兩位 瘋狂貴死的兩位 對啊 送那個點心跟米乾 對 而且還送了吸豆粉半天 而且吸豆粉已經完全硬掉了 對 那個是什麼啊 它就是 就是豌豆粉的液態 豌豆粉的液態 就還沒固態的時候就把它拿來 它現在就是豌豆粉了 對 應該是液態 就我看一下 它熱的時候就是像 一大碗盤 大碗盤 對 是我最喜歡吃的 什麼啊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不是因為現在就是冷掉了 所以沒辦法 冷掉了它就看不出來 很像碗粿的 但它其實跟碗粿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看起來 它就是 你就想像成鼻涕 而且是感冒的時候 所以你就感冒快好了 說那種黃黃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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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歪 射為例 以下到不去 吃多了 對 我 我沒有抽過任何東西 你說手遊也不抽 我很常抽到東西 妳知道他真的很常抽到東西 你說手遊嗎還是抽獎 抽獎 好像有印象 我記得有一次還抽到兩次 是不是有一個抽獎 很長啊 很長抽到兩次啊 不過就是都是小東西 就是尤其是我不太那個的事 之前有一次是 那時候是新海辦比賽 在台北東區的一個酒吧 然後那時候沒有過這種場合 所以那天也來了很多名人 然後我記得他們那個最大獎是女妖的耳機 對 被我抽走了 然後大家全部在抽 前面都有很多 可是前面獎也已經很不錯了 然後就只是那個是名義上還是最大獎 全部都抽 然後要抽那個女妖的耳機 他就在那個台下這樣 我看應該就是我了吧 然後就抽到他 哇 這麼屌 太歐了了吧 我可以開這碗 然後就刷他 那廖泰 欸 這是我 哇靠 他有中抽的 對 他已經摸了 我常常抽的 我這輩子沒中過任何東西 太扯了啦 我中過A流 可是就不太 可是我就不太中錢 就是獎金的那種我就不會 獎品的還可以 對啊 然後 那你應該抽過賓士 不行 你現在一講 我覺得我已經有一點想抽 我覺得這樣就抽不中 我就抽不中 一定是就是我 我感 感覺不到我有參加抽獎的狀況下才會抽 感覺不到抽獎 對啊 我滿常抽到什麼滑鼠啊 就是我不太需要的東西 歐洲人的部位 我這輩子唯一抽過的東西 只有煙 我唯一抽過只有那個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學校 藍色 一次藍色那個 紫色的學校 辦了一個公益的活動 然後我們都有去嘛 嗯 然後我們有現場捐款的就會 再列入那個他們的募款 那個 抽獎 對對對 我只有那個有抽到的東西 但是那個是因為那個名單 我記得 不多 名單其實不少 所以他們準備的獎項超多 對 所以因為 因為 我後來抽到的是Xbox 360 然後 然後 然後你很信高彩 對 然後他打給我 然後你跟我講 我說哇靠我第一次抽到這樣 然後他說 可是其實獎項很準備太多 所以幾乎每個人都抽到兩個 只有你抽到一個 而且 我也抽到一台 對 好難過的話題 我人生今天抽到大的 他男生真的抽到大的 真的比較大的 然後他說 難得抽到大量覺得很厲害 然後我跟他說 我也有一台 因為獎項很重要 所以大部分人都有兩的 都抽到兩次 就我只抽到一隻 他也包可憐 我覺得很好笑 我這方面是沒有運的啦 是真的 沒關係啦 沒有那個命 沒事啦 平常自己買麻 對啊 我都這樣講 抽不到自己買麻 蠻好差勒 我有印象 我那個 高中畢業的時候去賭場 就是 打工嗎 觀光客的那種賭場 有觀光客會去的那種賭場 就是 不能換現金的那種 對 不能換現金那種 我很開心的 喔 可以換現金 就是現金的賭場啦 但是他就是合法的啦 在國外的時候 嗯 我就去拉那個 拉爸 也是就 就種 蛤 777喔 對 就不是77 反正他是拉爸 但他不是777 那時候我是玩 25 25 25分的那種 嗯 還是50分的那種 25啊 很小很小錢 圍了300塊 300美 屌賭 然後就 喔 然後 老公老婆婆還 還找過來 看鬼主列寫 因為已經蠟粽上面會亮 然後大家都來看 看鬼主列寫 好當天趕快滑來滑 大家吃東西趕快滑來滑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美國 然後 我爸跟我媽這樣 然後 開的時候我忘記去哪 好像就是 拉斯維加斯 嗯 去玩這樣 然後那邊賭場 我那時候很小就不能去嘛 然後我媽就在房間陪我看電視這樣 然後我爸就說那他去賭賭看這樣 就玩個100塊美金這樣 然後就下去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他就上來這樣 然後他就開門 然後關門 然後我跟我媽就想說 欸 宿光了 看來應該是宿爆 然後我爸就這樣 拿兩桶超大桶的 那個二十五桶這樣 裝那個錢的那個碗 然後他也是 他是最後一抽 最後一個抽 抽大 弄到大的 海底嚕嚕 因為他是在那邊拉拉 他也拉拉吧 然後他想說沒了 然後最後他就抽 他拉拉他就走了 他走就被一個人叫住 他說你的油 他說你的油 出了出了 然後他就看 然後就看 狂吐 然後他就 變狂吐 想像一下老闆的我這樣 拿兩個桶去裝 拿超大桶耶 對 那種那種 超大氣水杯的感覺 對啊 超大氣水杯 兩大桶 然後全部都是二十五分這樣 就四個是一塊美金 然後後來 後來算算我記得是 也有幾百塊 也是兩三百塊美金 你看 好小喔 我倒在床上這樣 好小喔 好小喔 長大之後回想到這個畫面 只想再去讀一次 因為我現在可以讀了 但我覺得好像沒讀運的人 都很喜歡讀 因為我很喜歡讀 喔 真的喔 我超討厭讀 我只是沒有 我只是沒有 我把它讀 我沒有到這樣 就是用 但你會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我比較是經過的時候會 這樣子 會一點點而已 太快了 經過的時候 去日本看到嗎 經過 不會完蛋還是 然後你是哪一種 我超不會讀的 我超不愛讀的 超沒興趣 我只要是這種 不在我的掌控之內的那種 RNG 我就超級不喜歡 可是你知道 我就是覺得一切都太在我掌控內 所以我偶爾要不在掌控內一下 我去柏欣哥直接睡著 欸 柏欣哥我也太睡著 我去那邊坐在那邊抽煙而已 那柏欣哥 也看不懂你不會玩就 柏欣哥太吵了 對啊 腳鋼豬 腳鋼豬啊 柏欣哥柏欣少 我忘記了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他怎麼玩欸 其實他還是 他那個 你豬子一直放嘛 然後他會跑 他有些機率會開一些世界 很亂啦每一台都不一樣 那個要專門有研究的 可能會比較清楚 禮拜五節目的人 可能比較研究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然後 你就是要去 你要去看 重點是去看那個演出 反正其實也是賭博 老實講 你有一點點技術 就是你頂多去看一下 他每個台詞上面都會留說 對對對 這跑了幾轉 這跑了幾轉 然後前一天晚上 前一天的開的是怎樣 所以他們真的要打那種職業 他們是早上是 跟排演唱會一樣 我之前在節目上有分享 對啊我太早到日本了 沒事做 然後我就8點跑去休業 什麼店都沒開 外面已經排了 兩連好不好 超多人 對啊 四燒兩百個人這樣子 在日本剛剛也很多人都在排 就在排隊 然後就在滑一些手機 然後帶耳機這樣 狂滑手機 他們就要進去去搶那個 他們覺得 前一天比較不好 然後今天機率比較大 弄台詞先做 然後做到開這樣子 就職業的會這樣子打 但是你不是職業的話 那其實就還是 對我們來就是 還是隨機的東西 我是真的很喜歡賭 可是我不賭大 我都是小賭 那我的室友就是 又愛賭又愛賭大 又沒錢 又醜又胖又 沒人性 那你就是個廢物 人渣 都衝嘴 也沒那麼誇張啦 我是很喜歡賭啦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好玩 我覺得很好玩 就比起賭 我更喜歡龍 應該這樣講好了 喔 對 清修的線上 對 清燈 所以那種抽獎什麼幹嘛 我都覺得不一樣 如果小剛做玩法是 你在那邊做滿六個小時 他就會再送你兩籃 然後那個小剛都投滿十萬顆 就會 再送你五萬顆 保底這樣子 保底送你五萬顆 你可能就會抓在那邊 但是那個機器 基本上是不會那樣的聲音 所以我不管怎樣 都不會抓在那邊 我會抓在那邊 只有一個理由 我真的是逛淚了 你還可以抽煙 找一棒吸不吸一下 拿耳塞 塞到在那邊啊 喔 死奧客 不是死奧客 你還是可以放進去啊 你就放個一千年 然後慢慢玩這樣 哇 笑了 超白癡 對啊 然後其他都完全正常 而且他 最令我擔心的一件事情 沒有 就是過胖 他沒有胖 他沒有胖嗎 他看起來也還好啊 沒有 因為觀眾一直說他胖 我就以為他真的胖 他觀眾也說阿樂胖啊 觀眾誰不說胖 觀眾有說過誰瘦嗎 觀眾懂瘦這個意思 他們都沒說出來說 沒瘦過 他們搞不好意思是你很瘦 但他們只知道胖這個字 所以他們就說 你很胖耶 對 那你做什麼運動啊 你好胖喔 真的耶 真的耶 就跟喊我老婆一樣 沒取過我就會拚命 對不對 真的老婆又不講 有道理 對喔 觀眾看誰就胖啊 他們也說大魚胖啊 對不對 也說我胖啊 嗨我是沒帶大魚 我真的不要胖 我真的不要胖 才是10米干 對啊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他變重了 喔 對 可是後來他就是 就是以他的這個年齡 而且他是大的母貓 就是母貓有一些會很 比較瘦小 可是有一些母貓會特別的壯 就肌肉量高的母貓這樣子 所以他會重 他真的會重 但是他不會胖 就有照X光有看他的脂肪的程度嗎 其實他沒有 肌肉少 對他現在是4.7公斤 那還好啦 然後兩歲多這樣子 還好啦 對啊像 還好吧 還好啦 對啊 他7公斤 然後八毛掐著6點多公斤 八毛是不是已經太棒了 對 因為燒餅7.5 八毛 為什麼八毛這樣講這麼快 他這樣貓會比我還要拐 燒餅7.5 而且沒有 沒有變過 對啊太醜 越越肥豹 燒餅最胖時期7.8 最瘦時期7.2 然後一直完美 我一直在7.5 但是我 我個人是從他72跳到97 這個range都是我朋友的 難過的髮題 對啊 就是 instagram有個放大鏡 我就放大鏡 狂按 然後隨便點個照片 點進去之後 比如說點一個帥的 然後一個美的這樣 我點進去之後 然後在旁邊那個小鏡頭打開 他會把它推薦類似的 我就滑滑滑滑 隨機一個再點進去 然後再開類似的 我就這樣子一直這樣子展出去啊 有時候會展到一些 蠻奇怪的類別這樣子 有時候我就展到一個就是 全部都是超級小的小朋友 你說展出來的全部都是超級小的小朋友 對 就是你點開這三角形 它會有一排 一排類似的人 對啊 就是有追隨他的 大部分也會追隨他 就比如說 如果有人追隨你 他點開下面 那可能就會是我們幾個 或者是實況的人這樣子 他就會找一些類似的這樣子 然後我進去一個很奇妙的類別 是國中女生 聽起來是戀童屁開的帳號 不是 國中女生他們自己的 Instagram的帳號 然後他們可能長得比較可愛 然後可能也有就是 有點想朝就是 往美這種方向前進 所以都會拍一些 漂亮的照片 他們都會在帳號後面 他帳號就會後面 刮號14 這樣 刮號15 都會寫硬寫喔 我覺得好像都會欸 硬寫 屁了你現在會刮號29 我不信 沒有沒有 我說真的年輕的 對啊 我會這樣年輕的 真的啊 刮號13 刮號14 我昨天 昨天你真的真的臭老欸 我昨天也是打電動 然後排到一個實況主這樣 然後他就秀了我們一波 他就打他的Twitch帳號這樣 然後我們全部人就覺得很好笑 我們就也把我們Twitch帳號 打上去 然後我們就去看一下他的台 然後他就是 真的很強這樣 等一下你說什麼聚會啊 等一下你說什麼聚會啊 沒有沒有我們打電動 打電動遇到對面 喔OK 結果點閱看他也只有說 他國二這樣 就都會寫 我覺得連死亡都會寫 對對對 真的啊 真的真的 你們自己去 刮號99是怎樣啦 是道具喔 體重 體重合理 99萬洪水 我要刮號87 可是 可是我 可是我對 我對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啊 這樣講不好 我是個女權主義者 我要 我對很多女生會說 什麼 自己永遠18歲啊 什麼這種 我一直覺得很感冒 你覺得感冒是反感冒 雖然 雖然他已經變成 只是說法 一個玩笑 對對對 因為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就 我就覺得話要講好 我就覺得 像我身邊有人說 我就是永遠18歲 我就會問他 你今天想當18歲嗎 你不覺得18歲是很廢嗎 沒有 沒什麼事情 然後感情價值觀又差 然後又叛逆 又對家庭有什麼意見 然後對自己有一堆意見 找不到自己的未來 然後迷惘一大堆 然後賺不了錢 他們可能是希望 自己的肉體是停在18 但是我也會想 對 對 對 你是好講 我也會想說 那你敢把你FB 畫成你18歲的照片嗎 對啊 不是 18歲的肉體 現在也有很多 35歲的肉體 是比較 mainstream的啊 比較好的啊 沒有 我18歲比較好的 我是喜歡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 我喜歡一些 就是已經比較垂了 啊 沒有我跟妳講 不是我跟妳講 就是 他不管怎樣都會覺得 那個時候可能 他不用花很多的時間 他就可以保持在 那樣子的體態 可是我 可是他們現在可能 比如說 比如說二十幾歲 要三十歲 他們可能就是 稍微要注意一下皮膚啦 以前腳 要體脂啊 不然直接吞一顆森樹進去 差點要哈姆利哥 講錯話 哈姆利哥給我吐出來 就是要故意 顧一下 顧一下皮膚啊 然後體態啊 那個基礎代謝啊 對啊 雞帶要吐啊 這是什麼東西 像我以前來的暴肆啊 也是暴肥啊 不過那是我體質的問題 可是很多人可能 年輕的時候都可以 吃一次動一動就 很瘦感覺身材很好 對 現在只要做辦公室 只要不運動 那個肚子就直接就是衝 衝破對面的墊 直接那種可以拉出來的鍵盤 有沒有 用你拉不出來 用你拉出來 子彈很空白 救命 救命 我只是對這說法就是一直覺得很感冒 因為我覺得就是變成一個說法而已 那你是討厭她那個18歲的那個 比如說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女生說 我是永遠的23歲這樣 那我就覺得 那她可能覺得23歲就是她絕對 可是18歲只是 因為 在我的印象裡 大部分的18歲都是 嘴片 是怎樣 不管是誰 都是嘴片 嘴片 都是嘴片 18歲都是嘴片 因為我鬧這個詞去啦 這什麼意思啊 就是 我會噴出來 那我熟了啦 不是 不是你這個幾個字 我一直聽不懂的時候 嘴片 我剛剛喝 怎麼吸不動 然後用力吸到這邊水直接衝出來衝到我眼裡 哈哈哈哈 我被奶茶乾瞎 所以 你已經講錯話 然後被人家被你注重 我就覺得 你知道有一些人是真的有這個疾病 是沒有辦法再長大平時生長的 你要是永遠挺在18歲 你很想太多了吧 你的思想 你的 你的 行為永遠挺在18歲 你是一個人間災難 人間災難嗎 這世界上的年輕人災難 巨嬰 對啊 台灣人不要再當巨嬰 無法成長的傢伙 對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 你這麼無聊 這應該是你討厭小孩吧 可是18歲也沒有 也不一定會令人討厭啊 對啊 對啊 但是現在是誰 沒有啊 18歲 你想講什麼 我們剛說10年後我多少 講話 3838 啊你多少 我43啊 你43嗎 嗯 好解零蛋你一歲 哦 44444 321啊 無4 444 喂 444 喂 達 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煩耶 完蛋了 每次都在消費人家好爽 你真的很過分 不會 這節目是不是差不多了 所以才開始 大魚就我喝一口湯 這節目好過分我要找 不是他不是也在主持嗎 龍唇香 很鹹喔 他還沒開始是不是 還在自己的節目上面 在講人家的節目 超智障的 好爽喔 好啦不要不要 我看現在點了 不要太久了吧 不要太久了 後來好像就是那個時候 好像是那個 CD Pro 2好像是一個 擴大機還是什麼 真的是音響設備 CD Player吧 是嗎 沒有他就是 型號叫Pro 2 然後 那是一群 真的沒買到的人 然後 改編出來的二高影片 而且你知道 他們有把無鑑道那首歌 改編成 買不到的歌嗎 我不知道 而且還是就學 劉德華的唱腔跟 梁朝偉唱腔 然後唱那首歌 還有MV 超屌 我對CD Pro 2的音響只有那個 大隻狼 你愛什麼 欸 CD Pro 2 我跟妳講 欸 我跟妳講 我那個時候 我看到那個HD版出來 我看到那個HD版出來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趕得出門 大概再過十幾分鐘 就真的是 不出門不行了 我硬是坐在那邊 邊穿褲子邊看耶 你說那個CD Pro 2 CD版然後中和版 就是我轉貼的那個 而且我真的是 我還背得出八成耶 而且到現在 我從小看都大 我講幹還是跟黃秋盛一樣 滾 真的耶 對不對 你自己想嘛 你自己想就是 我又受到影響多深 好像喔 把那個影片的聲音都出來了啦 對啊 對啊 他很洗腦耶 我知道 而且以前我真的 我知道啊 你知道CD Pro 2 一定知道啦 他們也是有年紀的好不好 同一個年紀 我知道吧 等一下看一下 一定要補 來不及啊 幹嘛還想當永遠的 還想當永遠的十八 哈哈哈哈 還想當最亮嘛 永遠的最亮 對啊 沒有 我在實況裡 有時候講一些台語 他們就會說什麼 怎麼這句就講那麼好 我都沒有講 那全部都是CD Pro 2 還要什麼 還要什麼 寓教娛樂片 什麼我講三小我自然的 三小 真的很自然 然後你就 你之前就是有曾經 講過這件話 然後我就想說 你應該聽得懂台語 可是你又跟我說聽不懂台語 我真的聽不懂啊 我就想殺小 我真的只有那部片講得特別順 跟游小在聊天 然後就是講說 就是有些 就是現在很多女生 我覺得都長得就是超級漂亮 然後都常常會覺得 什麼沒自信啊 覺得不夠漂亮什麼的 欸我沒有在指你 我是說 有很多人都這樣子 沒有別的意思 沒有別的意思 我沒有走心啊 然後我就說 對啊他們那種如果以機車來講 他們都PR99好不好 就他們都已經是PR99的人了 還在那邊 就是以全人 全人類來講 他們都是PR99的 學霸正妹 他們還想怎樣 然後 有人還說 對啊像我們這種學店走男 哈哈哈哈 然後我覺得 哇靠 這個詩 很讚欸 真的喔 學店走男 對啊 而且 而且換了這個ID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改運 我現在開始有一點相信這種 命名學的這種改運 我變得很強欸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最近打得很溜欸 我覺得我最近真的打得很好欸 有道理 對啊 操作很棒欸我覺得 給了自己很多自信 而且我們就是想說有很多欸 我們可以改很多 比如說我是學店醜男 有些是學店耳男 哈哈哈哈 學店渣男 欸 真的很多啊 沒有啊 學店暖男 很多啊 有點正面的不行啊 很負面是不是 要個負面戰隊啊 學店臭男 超過 學店耳男 耳男有啦 耳男啊渣男啊 耳男渣男 醜男臭男 直男直男 直男是不是好一點 直男是貶義嗎 直男好像相對 他就形容而已 直男好像也不是什麼讚美的東西 就形容而已 沒有到貶或包 學店 啊 啊 有講錯嗎 欸這個有有有有有有有這個有這個有這個 笑到噴珍珠 我覺得等一下 我們那時候是玩 我們那時候是玩AIM 然後有一個人就一直中阿里妹火 我們那時候罵他學店出門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哈哈哈哈 只有你一直被命火 我搞什麼東西啊 學店出男 心醒好不好 對啊 然後就說 欸你今天這 褲子很帥耶 他喜歡我 學店出男 學店耳男 他應該喜歡我吧 我跟他節目 對 超好笑 那段超好笑 好玩喔 好 再來下一個是 恭喜來用去台中台劇成功 竟然還有人沒趕上高鐵 那那句話還開心嗎 欸我真的是 沒趕上 人稱污點 我真的是人稱污點 完了 嘻嘻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我真的就就是沒趕上 我醒來的時候是高鐵發車的時間 而且而且 我一聽到 那個 手機的鈴聲 就是 通話 沒有 我手機其實關了靜音 是老王打給我 是我電腦沒關 電腦發出LINE的聲音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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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以為是鬧鐘 然後我就趕快拿到鬧鐘 然後想把它關掉 我想說 欸為什麼鬧鐘在我手上 然後你看已經 花車時間 我早就關掉了 完了 再來號 你要吃爽吃超長比木魚臥 壽司這餐花了多少錢 吃過最貴的料理有哪些 那餐那餐花了 那餐好不好吃 那餐一個人一千 我們一個人一千豬頭 豬頭一千一 我記得一千一 好吃啊 一千一感覺還可以耶 那家真的厲害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平常吃東西沒挑 可是我覺得 可以帶大家吃的就是 屌的 就是屌的 幹什麼 我剛剛拿的是櫛瓜 我剛剛拿櫛瓜好不好 塞太裡面了吧 對啊就真的好吃啊 好吃那家真的好吃 而且他 其實我覺得他最好吃 我那一餐那時候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鵝肉 鵝肉 他的鵝肉真的很好吃 特色來給點 你們就吃什麼點啊 就是海鮮加鵝肉 他就是日式的 日式料理共的飯啊那些 可是他的招牌的其中之一 是他的鵝肉 就是 好想吃喔 等那種鵝肉 好吃 好吃 好久沒有 對啊我也好久沒有 我點了一個 肥豬 肥豬炸蝦洞 然後我就看到 我想說 哇靠 這個洞又有豬排又有炸蝦這樣 感覺真的很爽耶 然後 我想好那我點這個 然後點的時候他們還說要等20分鐘 我想沒關係 我等這樣 結果來的時候就完全找到豬排 超大碗炸 超妇羅 全部都是海鮮的 就是蝦子的魚的妇羅 然後想說奇怪 豬排 豬呢 然後想說還是豬排該不會是等一下 另外放一盤這樣 結果都已經吃了一半還是沒盤 都吃不下了 奇怪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就拿那個菜單 因為菜單都是英文嘛 然後打開來看英文上面只有寫蝦子 我想OK 所以這個肥豬只是在罵人 這個肥豬只是在罵點的人 對 點餐者是肥豬 就你一點的話肥豬他們就會這樣 來A8一個肥豬 A8一個肥豬 那天 好可惡 那天我們點的時候 因為我們點爆多 他們在說在對 hon機講什麼 一個巨量的 他還被我們聽到 點完之後他就這樣 來A8一個巨量的單 他這個巨單 A8一群巨蝦 因為那邊加位其實算是很 很合理的 很低的 我覺得 就是台北也這樣很低 可是我們吃到一個1千1 超低的那邊加會很低 我那個丼飯真的超級巨大 它的碗就已經這麼高了 然後上面全部都是炸 然後飯的量其實很剛好 飯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是超級大一碗 那個丼飯我記得 300多 對啊 300 400吧 對啊 好像很普通的價錢啊 超大一個 好大 CP 怎麼高 超級巨大 然後他們點一個什麼 像鋪丼 然後也是那種生魚片的 散的生魚片的那種丼 也是這麼大一個啊 然後也是四百塊 這麼高欸 雜木高欸 我頭都沒有那麼寬欸 有啦 有嗎 有啦 我的睪丸都比這個 大一點點有 這就有病了 真的是晉級的巨蛋欸 追蹤用戶的睡眠狀況也極其重 躺著好像越來越胖 他們兩個 可是這樣子對雞翠不太好吧 對啊 它有一個專用的那種 不過我覺得還蠻爽的 你是就坐著躺在靠背這樣嗎 70吋投影物 可是他不看的時候 那投影如果可以縮下來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應該可以吧 它是可以關掉的 我猜他可以縮到那個床的下面 我怕我就趕著上班 然後直接衝破那個布幕這樣子 可是這跟瓜哥的節目 這種我 下面以為 砰就衝破去 最具衝性 這個我會覺得很沒安全感欸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布幕後面是什麼 喔對對對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 已經恐怖啊 不過我看看 突然有一個身影這樣子 叮叮叮叮 走過來 然後一把那個布幕後面 然後就 先生先生先生不好意思 參考一下 這是我們自己設計的菜刀 要慢慢來 太恐怖了 好不要跟我一床啦 沒有那種啦 對啊 跟他共同一室 不過你講的 不過你講的 我也覺得很合理 對啊 因為如果床尾 看不到的東西的話 滿可怕 對啊 我覺得那個也沒有安全感 我不行 對對對 有一點 我不行 我寧願是 躺在床上 然後把 PED放在我肚子上 這一台 這個床我猜 我要猜價錢了 好久沒猜價錢了 好興奮喔 真的 我猜25萬 我猜30 我猜大概50到100 100萬買個床啊 這麼嗨 那是床喔 是床還是電視 整個床啊 整個電視很組啊 請問一下電視 那我要猜 那個60萬 好 你就30 我也覺得30萬 我們看了多少錢 40 40 40萬 沒辦法 10百間 120萬啊 100 哇塞 120萬台幣欸 你看 也是蠻貴的 哇靠 太貴了吧 蠻未來的一個價錢了 不過我度未來 可是我覺得也沒有到 就是 那種 那種需求 有那種需求的人 他可能覺得120萬沒差 對啊 就像如果 你要我120萬 如果 我的興趣是什麼什麼 然後真的花120萬去做 他可能就是在追求那個東西 其實也沒什麼差 真的 我個人覺得這個東西不可能 那你覺得如果我花120萬 買一台重型機車 你會覺得太貴嗎 不會 我覺得不會 可是我覺得有120萬的人 你已經可以把 基本上是一層樓 改建成一個超級電影院 沒有那麼便宜啦 沒有 他說 我說你自己家 你基本上 比如說如果我家有一個 對 120萬改建成一個超舒適 看電影的地方 都綽綽有 我甚至搞不好可以 可以安排一個服飾 就在我旁邊 然後每個月發薪水這樣 搞不好 可是我覺得他有 他有 他有花 他花120萬 可以去把自己的床 弄成這樣的人 他現在決定 絕對已經有那個房間了 所以他可能 所以他可能也沒地方放啊 沒地方放什麼 他也沒地方放那個床 買一種新的再放啊 他的床 他原本在睡的床 就變成這個床 就是我的床 就變成這個床 如果爽的時候我就 起來 我用這個床 看一下新聞 看15秒我也爽 然後就下床 看youtube上面的5秒鐘廣告 對 就不然略過廣告直接關掉 我都用這個網站來修正我的文法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 好 再來 請莫名 他的加持 沒有發面 預購千文 哇 沒有發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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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通車有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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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又很熟 我必須要迷到 successful 所以都我想來給一個第一 opportunity 20 嘿啊 80 我做DJ啦 現在呢 現在是DJ 我真的超累的 我看 全世界的水影就是 他們的穩穿風 甘曲男生 等一下是水影 喔 你看後面大雨的聲音就有 好 我覺得是DJ DJ DJ 我覺得他有企劃下來 真的是個企劃 應該是我們今天要不到120萬元 然後我們演唱會也很成功 然後我們還好 然後最後單曲之後就單曲 真的 有種酸包感 我也有 酸包感 就是我們演這幾首拍 從今天開始 我內心就是那個 就是我做這個企劃之後 然後才到 哈哈哈哈哈哈 好讚喔 好讚喔 太多了 這後來就這樣 他摸你 好爽喔 大成功 直接摸自己啊 對阿 你舉例了 你這有個主題 這個就是 拍協真 拍協真 這就是電波感的 拍協真 拍協真 好讚喔 大成功 下面那個影片下面留言已經全部都是那一排了 好可愛 真的嗎 全部都是 我昨天看到我點開箱全面留言 沒想到這有個意外捧紅的是大魚 真的耶 好 再來要看一個非常重要的影片 好 這可能是我們 才到成立以來 最重要的一支影片 第一支也是最後一次 最破天荒的一個 最破天荒 沒 真沒想到 真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連本人都想不到 真的 連反骨頭都沒想到 蛤 對 我覺得很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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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來看 乳蛋成長日記的預告 我好好奇喔 已經有了喔 已經有了喔 哇 賤人 現在已經到了 這個永和的環球公務中心 不過 非常糟糕 我們聽背景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我那天很慘 喔欸 颱風是不是 那一天就下的蠻大的 欸 哇 謝謝大家 哇 前面再幾個嗎 因為 派血真 派血真 我在派血真 偶爾派血真 偶爾派血真 真的 只要有成長日記 超死 超死的 超死的 好想看喔